跟从母亲,从广州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,吴亦凡移民到加拿大后,母亲改嫁,吴亦凡也改根据父姓,从原来的李嘉恒改名为吴亦凡,现在是加拿大籍的怀疑人,还有网报称吴亦凡的妈妈并没有改嫁,而是一直未婚,吴亦凡是在入加拿大籍时,改随母姓吴,当他转入加拿大的时候,年纪还小, 当中他受过什么苦,而且经历过什么,吴亦凡至今也是闭口不谈,但是他这段移民生活经历,磨练了他平稳的性格,且学会处处照顾别人,这也是他能担任EXO队长的一个原因。 吴亦凡穿衣搭配在娱乐圈中像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,除了拥有逆天的颜值和完美的身材之外,吴亦凡敢于尝试各种造型,从最初的小鲜肉蜕变成了成熟有魅力的时尚ICOM一路以来全是惊喜。 吴亦凡天生就有一双又高又长的大长腿,以他的身高优势还有那爆棚的颜值,进进各个领域时尚界,回国后的他先后发展了娱乐界, 在娱乐界短短时间里,他便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,然后便向影世界发展,让更多人知道了,了解他,之后他又相继被时尚界请去走时装替台秀,即便剪了光头的他,仍然还是那么的好看帅气迷人。 吴亦凡从小就有衣服架子,随意简单的搭配却穿出了时尚感。 而近日,吴亦凡的一次机场秀照片,颜值被遭到了质疑,上身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,下身搭配一条黑色休闲裤的他,却和一个机场大妈撞衫了,他一脸是惊无语的表情,尽管如此。